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原作论坛 我是主持人邱姐 我在银行从业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 现在是工业澳门自帝总行的行长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奋斗在科技投资产业一线的各位合伙人和首席代表 来跟我们一起参谈女性是如何塑造未来的话题 那让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各位尊贵的嘉宾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创新工厂总裁及合伙人陶玲女士 陶玲女士曾经在Microsoft、IPM、Google等公司的中国和美国总部工作 2010年加入了创新工厂 现担任集团总裁 至今已投资超过400家公司 包括支付、文远之行等大型企业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Fusion Fund的创新合伙人张璐女士 张璐女士2015年创建了Fusion Fund 2022年被福布施评选为全球华人精英Top100行业巧处 2023年入选财富影响力三家旅行 Business Insider 美国最早期投资人 美国AHS年度医疗创新人物等等 接下来让我们转声欢迎来自新跑科技的合伙人杨敬业女士 杨女士在电子业、航空工业领域拥有20年工程、供应链、运营等管理经验 曾经被评选为Fourth Weekly 2023投资行业青年领袖 数字经济行业青年领袖Top10 农中港2021到2022年度中国集成电路与半导体领域最佳投资人物等奖项 最后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伦敦发展出镜署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赵彬彬女士 赵女士2011年7月被任命为伦敦发展出镜署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成功吸引了并帮助300多家中国公司在伦敦落地 也曾筹划并组织包括2008年伦敦市政府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推广活动 2010年上海市博等重要活动 那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各位嘉宾来到澳门与我们分享女性的投资角度 在座的各位都是科技投资领域生态中的领寒者 那说到科技投资领域 现在科技不断在颠覆着我们的认知 从大家熟知的Chat GDP到苹果最新出的Apple Vision Pro 到无人驾驶技术的普及与应用 都预示着未来科技将持续的革新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那各位投资人一直以来也是走在科技发展的最前端 引领科技未来发展的走势 但是一说到在科技领域 可能一般人的面向里面比较多的都是穿着格子衬衫的男士 男情绪员 像大家熟悉的Bill Gates Eno Mars 他们都是男同胞 那我们很想知道真正在科技领域里面 是否也存在着这个男女世型的问题 大家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状呢 这个问题我想要不请在科技和AI领域深更多年的陶总 先谈一谈你所了解到国内的科技的从业员 还有创业者的情况 谢谢行长的提问 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被多次的提到 甚至讨论了多年 就是在科技行业 女性从业者也少 女性的创业者也少 为什么 实际这个东西很简单 我们的这个陆学的比例可以看到 女性学理工科的到目前为止 还是比男性稍微小一点 但是如果相比于30年前 这个数字已经有巨大的变化 当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是理工女了 那时候的我们的理工科的这些各个系 女生几乎都是各位数 那你现在看 我大概是在两三年前看到一篇文章 说今天在大陆 我们的高校里面的理工科 男女比例几乎到了一半一半 以至于那篇文章实际想引出什么话题呢 是说能不能让更多的男生 在这些科里陆续给他们预留 为什么呢 是因为很多的女性学完了这些理工科之后毕业了 并没有去做工程师 然后觉得他们占据了名额 然后呢占据了男生的名额 男生想学理工科 却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今天看到 我们的创业者 从事的这些所谓的工程师女性小 我觉得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那么你可以看 今天即使你提到的微软 提到的Elon Musk的这样的SpaceX 或者Tesla这样的公司里面 女性的员工也不见少 上一场的论坛里也提到了 他们可能是副总裁 他们可能是技术部门 他们也有可能是HR 销售等等的部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 并不缺乏女性的身影 然后呢 而且我相信 就是说刚才 是从昨天到刚刚的 我们的聊天也说到 我们不能太着急 30年前我们从各为数的学生 已经到了成半壁江山 你要想想 女性的大学生出现 也不过只有一百多年 这一百多年 我们从第一个女大学生 到今天我们的女生 已经几乎成为半边天 真的是半边天 那么也这个速度比起来两三千年的人类历史 人类的文明历史 还不叫人类历史 已经有急速的发展 甚至这个速度有点过快 我昨天我们在聊这个是说 我们今天在说女性论坛 我们这个场子都在说 女性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 这个论坛就消失了 就会变成男性论坛 男性在说 我的权力在哪里 那你要也再看看 我们比如说生男生女 在中国这么古老的传统里面 从男生好到今天的大城市 大家为生一个女儿努力 为生一个女儿得到恭贺 所以这个观念的变化 世代的变化 行业的变化 职业的变化 会呈加速度往前走 然后呢 包括今天我们说 女性可能不愿意做coding 包括我学计算机 我也没有做真正的程序员 但是今天我们会有AI 帮我们写代码啊 然后呢 更多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创意 人际交流 沟通 创造产品 而这些反而女性可能更擅长 我们擅长交流 我们擅长观察 我们擅长做产品 而那些在工厂里 去写东西 写代码 调试的 那就让AI机器人完成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 真的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我们很快就会有 越来越多的女性的职场人物 出现在我们的科技行业的创始人 工程师 副总裁 等等的领域里面 这是我的回答 我会特别的乐观 谢谢陶总的分享 其实我自己也 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就是说我也接触很多 像你们 很 都是大公司的领导啊 这些 那我经常都 现在其实 真的那个比例来说 是越来越多 是倾向女性 而且也 大家 可能大家是 都是女性吧 所以当我们聊天的时候 就有很多共鸣感 那可能回到刚才 陶总有提过就是说 可能时间还没到 不是没有 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可能女性也有一些想法要去处理吧 打个比方 可能要去结婚 她把自己的婚姻先 就是先安排好了 然后再到时候 我们再有时间慢慢地出来 继续地去做 我们打拼我们的相三 对吗 谢谢陶总 对 刚刚上一个论坛 不是说 work life balance吗 所以女生还是要 传统上承担更多的家务工作 我觉得那是今天的现实 但是我们已经有很多帮手了 如果说机器人 家用机器人 在未来的10到20年会出现的话 那这件事就不用我们做了 对吧 甚至生孩子都不一定要女性了 那我们就会有大量的时间 投入到职场 投入到自己的创意 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去 是的 那我们好好地去期待 好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张总 张总是在硅谷的投资行业 我们很好奇在这个投资圈里面 其实女性的比例是如何 那在女性决策层来说 的数量多吗 那还有就是女性的比例 她现在是在一个上升 还是下降的趋势呢 对 刚才我特别同意Tina提到的一点 就是其实技术创新 我们经常讲 技术创新叫free human capacity 释放人类潜能 但更重要的点 也是释放女性的一个潜能 那未来可能会有 比如说家务机器人 但其实很多年前 就有一个发明西腕机 就帮助我们女性 节约了很多时间 开始可以去在其他的领域 发挥她的能力 还有包括她的一个追求 在硅谷的话呢 确实这几年也有一些 很长足的进展 我是最早先是 在斯坦福读博士的时候 也是那个时候 可能女博士比较少 尤其是材料科学工程专业 后来在我创业的时候呢 女创业者也很少 那是十多年前 15年当时我创立Fusion Fund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当时有一个journalist 有一个记者过来采访我 他说你知道吗 在美国女性创始的基金的比例 连3%都不到 我说太好了 我说我就希望 我就希望做这种少数的 然后把这个数字做上去 所以你其实这个问题 提得非常对 现在我们其实能看到 过去这几年 硅谷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 有更多的女性的企业家 包括说包括女性的一些 科技背景的人员 在科技领域发光发热 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女性 不仅是成为叫rubreaker 打破规则的人 但是成为rubreaker 就是决策的人 所以在过去几年 我一直除了Fusion Fund之外的话呢 我花一些时间的地方 是和一些大的机构 去做一些男profit 去帮助更多的女性领袖 去进入到董事会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 非常杰出的女性CEO 和女性领导了 但是董事会 其实是另外一个层级 怎么样可以让更多的女性 在董事会里面层面上 去体现她们的能力 去参与决策 甚至说去改变这个游戏规则 让这个游戏规则 成成一个新的动态 去帮助更多的优异的 多样化背景的这些人才 可以去着装成长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在发生的过程 当然如果你现在看出 数字比例的话 硅谷的男女比例 还是7比1 然后我们也看到 一些数字在变好 比如说刚才Tina 提到的中国的 这些工科学生的 一个变化 我记得大概是去年的时候 现在我是斯坦福工学院的 斯坦福工学院的院长 是一位女性Jennifer 她跟我讲 在过去这两年 研究生院 就是graduate school里面 博士硕士生里面 男女比例 已经基本上达到了1比1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 我们也希望更多这些 有技术背景的女性的人才 可以进入科技行业 可以去敢于 一来承担风险 去进行技术创新 二来的话 敢于做number one person 就是做这个公司的CEO 而不是总是站在后面说 我去扶植这个CTO成长起来 在这个基础之上 更多的人进入到董事会 不仅是private company 小的公司 甚至更多 我们现在扶植 很多女性企业家 进入到上市公司的董事会里面 而且多样化她的背景 不一定都要是说 CFO背景或HR背景 可以是技术背景 可以是别的背景 去帮助更多的人 看到女性的力量 以及女性的一个 在决策层面上的能力 所以我也是像Tina一样 是非常乐观的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我们在不停努力的过程 在以前呢 我记得很多年前 有一次 我在跟一个投资人 在argue 他就说说 你有没有一些pistalker data 有没有一些历史数据 来跟我展示一下 女性多的企业 或者是投资机构 它的表现会更好 但那个时候 我们确实没有很多的数据 那现在我们创造了很多数据 无论是哈佛 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商学院 他们有很多的调研报告 去显示 无论是多样化的团队 或者说女性领导的团队 投资机构 或者是创业公司 它的表现 确实平均来讲更好 有了这些坚实的数据支持 我相信下一步 会走得更顺利 太好 那就是张总这边 也是说 其实在硅谷 可能女性 现在的占比并不高 但是慢慢还是会有一个三升的趋势 是吧 那我们也是很期待着的 好 那就想请问一下 那个杨总这边 你在芯片这个行业 我们说是更加偏向 那个硬件内的 那个行业 目前从业人员的男女比例 以及投资人的比例 是怎么样的呢 可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对 就大家心目中间的芯片 就感觉比较硬核 就是或者说比较传统 那首先这个行业 现在的男女比例 这个其实前面有很多话题 在讨论这个比例问题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是七三开 有的时候是八二开 就是这样子 就是八个男生 两位女性 这样的比例可能会更多一点 投资行业的话 也许会更低 但是也许其实我们这个虚肉 就已经聚拢了很多 这个方面的女性 已经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可能觉得很多 但实际上 当我出去去参加一些活动 或者是去到一些公司的时候 说实话 很难见到女性的身影 的确是 的确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 今天其实第一个panel NVIDIA 其实包括BMW 两位女性在台上 然后大家都知道AMD的这个 米苏 对吧 所以其实实际上在一些 很top的包括 其实大家最近在创业的 菲菲里 我觉得女性在科技 包括像 semiconductor这样 就半导体这样的一些 很硬核的科技行业里面 真正走出来的 其实都是很top的 然后 借着刚才前面两位说的 我觉得这个比例在上升 而且其实女性她更包容度高 她有很多diversity 所以其实当半导体行业的男性创始人 往往后面都会遇到一些管理问题的时候 女性创始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遇到优势了 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一些角度吧 对 感谢杨总给我们分享 在芯片领域的情况 这个问题最后也想请冰冰总 因为冰冰总是作为一个政府背景的机构 一直以来都是致力于推进中英之间的创新交流 和伦敦科技生态发展的 就你了解到英国或者是欧洲这边的科技领域 女性从业者的比例是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谢谢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方向 英国或欧洲应该向中国学习 因为在做这个panel之前我也去了解了一下 我们现在数据是可能在英国 这个创投这个钱流向女性创始人的 占整个比例不到2% 然后VC跟PE的这个女性投资人可能只有15%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gap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像英国的话 它在某些领域的话 它是有它的一些 它注意到它的这个差异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 在英国现在有两大政治正确 一个是equality inclusive 还有一个就是sustain可持续 它其实碰到的问题还不光是女性的问题 它当时又细化了一下 黑人女性得到的投资更少 就亚裔 我觉得这因为伦敦是一个global city 40%的伦敦人是在英国以外出生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但它也面临了很多问题 但面临这些问题之后呢 我们也是想极力去解决 像我们机构其实做的最多的工作 是吸引全球的科技公司到伦敦投资 同时呢也帮助伦敦的科技公司全球化 那除了产业作为一个垂直领域的 这个我们建立不同的ecosystem 我们也打破了这些产业 比如说是女性创始人 女性的那个scal up 女性VC 我们也有不同的community ecosystem 来希望能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比例 却确实需要扭转 但是我觉得如果溯源的话 很关键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从KPI来讲 因为我其实三年前第一次参加 Bound Expo是参加了一个 关于impact investment 是这样可持续发展 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美国 就硅谷和欧洲的Fund 他们现在有一个硬核指标 就是我投的项目可能到2050年 我必须归零 就我可能投了一些项目是产生 CO2 emission很大的 还有一些是没有的 但是有一些已经说我到2050年 我投的所有项目的这个 CO2的commission必须归零 二氧化碳 那如果以后投资人会说 我今天投20个项目 可能我需要当中20%的比例 必须是有female leader female founder 就从源头把这个往前推进 我觉得这可能是个solution 因为像伦敦的话 我们现在有一个 就比较true very practical的一个做法 比如说伦敦市长 伦敦市长现在 如果参加一个商业活动 如果整个panel全是男性 他不上台 他有硬性要求 我参加的任何活动 不能是all male panel 这是他的 就算是可能是 creative比较easy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些 硬科技的 或者是汽车领域 很容易一个panel全是男性 然后还有一个 因为我们在伦敦 还有个项目叫 Grow London Global 我们每年会帮助 300家伦敦的科技企业 做全球化 然后其中很大的一块 是帮助他们去 访问不同的市场 像有一些领域 比如说creative tech 或者是life science 或者是fintech都ok 但是我们有两个同事 比如说是做prop tech 做地产科技 或者是做energy 他在组团的时候 几乎女性的参与者很少 但我们现在有一个要求 至少要接近50% 如果你不接近50% 我们这个团是不成型的 就从这些来说 我是从另外一个领域 来尽量减少这个gap 我觉得其实还是 蛮有蛮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觉得其实中国 在这一块 两位嘉宾都已经介绍了 可能在某些方面 比英国或者比西方做得很好 但确实也有一些需要再做的 再举个例子 昨天开幕式 当然不是批评这个主办方 因为我有同事 从英国过来参加活动 昨天去参加了开幕式 前十个提名 就是说的嘉宾全是男性 就是他opening的时候 他因为有很多政府背景的领导来 我就觉得可能希望通过 希望通过公营国际 比如说以后 别忘了在做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在讲Top10嘉宾的时候 可以考虑有一两个女性 谢谢 谢谢听众 好 看来呢 无论世界哪个国家的地 哪个国家吧 在科技领域的女性 都是属于较少的地方 但是也很感谢赵总 就是我刚才听了你所说的以后 就是你可能给自己的 还有另外一个mission 就是要推动女性 去往前走 走向我们一个管理层 或者高管的一个方向 谢谢 好 聆听完大家的分享 目前无论在科技从业领域 还是投资领域 女性的比例还是偏低的 但我们其实也看到 近年女性的比例 是有在一个三升的趋势 特别是近年 也是有更加结束的代表 像刚才杨总所说的 来自AMD的丽莎苏博士 好 陶总 那这里也想请教一下 你在投资生涯中 也见到了这么多的创业者 有没有哪些女性的特优点 是比较突出的 能举例吗 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 这个问题是看到的是现状 而这个现状是由过去来产生的 然后呢 那么我觉得 谈论任何事情都要看未来趋势 趋势是由我们今天来引领的 我特别特别喜欢张璐总的说的 我们是要勇于做一个 对 ルーメーカー 第一个人 女生实际不太愿意张扬 那我觉得我看到的原来的 我们投的这些企业 有做游戏的这个CEO 有做这个互联网的女性CEO 也有做这个工业的女性CEO 实际还是蛮多元化的 虽然总体上数量是少的 那我觉得我看到他们的一个很大的 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是反而更专注 女性创业者 当她一旦迈出这一步的时候 她非常committed 对她所做的这个事情 她是深思熟虑的 反而很多男性创业者 是被忽悠的 或是一时冲动做的 然后呢 经常改方向 女性很坚持自己的方向 认定了就要往下走 然后呢 第二点 女性的团队会更加多元化 她的包容度 天生是比男性好的 很多的男性的创业者的团队 都是自己的原来的同学 原来的同事和发小 女性的团队很勇于去接纳和吸收 外面的高人进来 所以团队包括她的董事会 也是更多元化 或者这样的最后的是更平稳 吸收的资源会更多 包括团队的管理上 也会更加这个人性化 或者更稳固 那第三个就是很坚韧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起起伏伏的 没有一帆风顺的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女性创业者实际更容易 找到solution 或者是容易改 会非常open minded 于是这个 我觉得长青城的企业 应该是吸收更多的女力的 然后呢 让这个团队更加多元化 更坚韧 同时我觉得女性 组织力天生就优于男士 女生善于组织 因为善于倾听 善于包容 所以组织能力 如果商学院是一讲我们组织能力 leadership 我会觉得女性在这里反而更优于男性 看来呢 很男性相比 女性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优势的 好 这个问题呢 也想问一下 赵总 你有什么看法呢 在科技生态的领域中 你说合作过的女性创业者 有什么优点 我觉得其实刚刚陶总已经讲了挺多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领域就是 现在其实大家 比如说讲到AI 人工智能 因为我们在伦敦做过一些研究 你的一个data 必须要多元化 现在我们是觉得 现在的data的多元化 从人种 从不同的这个diversity来讲 很缺失 我觉得其实是 gender的balance gender的equality 只是整个ESG的一个领域之一 我觉得可能作为女性的这个leader 或者tech leader来这样 她可能需要也更看到 更包容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agenda 关于这个ESG跟inclusive 打比方 我们还有一个topic叫generation 就是年轻从业者 跟年纪大的从业者 因为就现在很 就是现在就是很明显 如果你是可能是30岁以上 或者40岁以上的女性 找工作的差点就很大 更不要说50岁60岁了 一个是年纪在这边 一个是女性 那等于说再更细分的话 你如果是少数民族 或者是你是不同种族 然后是你的不同的年纪 你在可能在尤其在英国 你找工作更差 在中国也是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当然现在少了很多 她的这边的广告会会说 我必须要30岁以下 甚至还规定 你必须是要多少高 然后是怎么怎么样 当然现在越来越少 这是我现在对很多中国公司说的 你在海外做一些PR marketing 你一定要知道那边海外的语境 尤其是推广 打比方化妆品公司 你在那边不能说白富美是美 你要有everybody is nobody is nobody 我很喜欢就是国内有一个内衣品牌 就是YouBroad 他就说nobody is nobody 就是每个身体都是美丽的 就是很多其实国内的很多品牌 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话 就是作为女性的话 从marketing PR和很多比较sensitivity 就比较敏感的领域的话 可以给到一个公司出海的时候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advice 就是我觉得可能这是cross all the sectors 可能是从不同的角色 尤其是企业发展来说 女性领导者或者女性团队的 一个优势在里面 好 谢谢冰冰总的精彩分享 那听完陶总和赵总的分享 我们都了解到女性在科技领域 还是有自己的优势 我也想跟张总聊一聊 因为你曾经做过创业者 现在也是投资人 在你的经验中 女性投资人和创业者 会不会遇到一些性别上的歧视问题呢 那如果有的话 应该如何去面对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 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 但在讨论就是说挑战 其实之前我也想接着 刚才两位嘉宾提到的 多讲一讲我们女性创业者的优势 有一点我特别同意Tina讲的 就是任性 任性真的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投了这么多企业 包括市场不可能长期 市场总是有up and down的 所以其实任性是一个创业者 最重要的品质 number one的品质 很多时候不是最聪明的创业者 最后能够成功 而是任性最强 能坚持强的创业者 最后可以把事情做成功 所以女性创业者 在经历这种挑战阶段的那种 任性和坚持性 是非常让人惊艳的 另外一方面 其实是女性 很多女性创业者 是时间管理大师 我经常会听一些人讲说 女性有家庭有小朋友 但是我说你想一想 她可以把自己的家庭 小孩管理这么好 同事做事业 她是一个非常高效的 时间管理大师 在这个基础之上 管理一家公司 它的效率是起高的 最后一点也是刚才 其实Tina提到的 就是diversity 我经常讲一句话是 diversity is the key critical for innovation 对于创新来讲 多样化是很重要的 它不是说什么多样化 什么social impact 不是 不是只是为了社会影响力 diversity就是会让公司 发展得更好 但如果说你的 这个公司的一把手 你的CEO 他是一个很包容 开放的人 你就可以更容易 在公司内部去 欢迎或者说 逗见这种多元的文化 多元的思维 什么是创业 创业就是在 不停地纠错的过程 你刚开始想的东西 可能在不停地调整 你是不是有 自我反思的能力 吸收新东西的能力 可以周围吸引 最优秀的人才来帮助你 这个都是对创业者 很强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女性创业者 其实是有很多的优势的 只是说 我经常也会偶尔 遇到一些公司 比如说我看 这两个创业者 一个是男性 一个是女性 其他的偶 然后CEO是这个男性 有些时候我也会 很直白地给一些意见 我说从公司 最好的一个角度发展 怎么样去调配 这样的一个团队 那个这就说回到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很多公司 哪怕可能女性 更适合做CEO 但是男性做CEO呢 也不只是创业者 故意这样做 有些时候 也是一个市场的反馈 回到你的问题 我最早做创业者的时候 很多骑士 当时在硅谷 我当时其实开玩笑 讲说幸亏我是内蒙古人 你知道我们是这种 很彪悍的民族特性 所以你跟我挑战 我就去跟你打仗 我一定要去 prove you wrong 我一定要把这个 挑战去给他 证明错误了 但是呢 也有很多创业者 尤其是女性创业者 他受到很多打击之后 人的心还是会脆弱 很多人去push back 说no的时候 还是会受到很多打击 那当时我其实会 受到很多push back 就有些投资人 会觉得说 哦 你不仅年轻 而且还是为女性 为什么你是CEO 为什么你没有找一个 男的co-founder 来去做CEO 这样的一个挑战 就会让你觉得 你没有办法去跟他 去摆试试讲道理 因为你讲我的产品 你讲我的市场 我有很多的数据 去跟你进行一个探讨 但是这是一个根本上的 无论是歧视 还是我们说一个 叫steotype的一个问题 这些事情一直存在 然后呢 包括投资领域 也一直存在 甚至说到现在的话 也不能说它消失 但是我其实一直 给创业者的一个意见 就是steotype 就是这些东西是出现 它是有一个原因的 我们以前 我们有一个非常高效的 认知世界的方式 就是贴标签 通过标签去认知世界 但是Tina说的句话 特别好 标签是来自于过去 它不能代表未来 这个世界是快速 再去演进的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 我们自己的一些倡议 还有包括去 扶植其他的企业家 女性企业家的成长 让大家看到 过去的标签是错的 我们要更新一下标签 而且这个标签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做这些 diversity的讨论 不只是为了什么社会影响力 是为了让你作为投资人 赚更多的钱 让你作为企业家 你的公司更加成功 这是有巨大的商业价值的 而且现在最好的一点是 我们有很多的商业数据 去支持它 包括现在我其实在硅谷 你看到 大部分的投资人还是男性 包括说女性创始的基金 还是少数 但是他们会越来越去探讨 说我们要在团队的内部 有更多这种女性的代表 去理解这个生态 同时能有更多包园 这种多样化的一个 创始人的团队 甚至有一些男性的投资人 直接跟我讲说 我现在特别喜欢女性创业者 发现他们特别coachable 就是回到说 你是不是能够去 开放的心态 去接受很多意见 去成长 所以我还是非常的乐观的 而且在另外一层面上 我觉得像今天台上的这些 我们这些 在各个行业不同的 女性的投资人企业家 我们也都在做我们的努力 希望通过我们的帮助 让更多的女性创业者 被看到 包括这次 我其实平时都在归国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亚洲 我其实昨天晚上 刚刚参加了 卡迪亚女性企业家 讲的班奖礼 然后卡迪亚是这个珠宝品牌 他们在过去25年 一直是在支持女性企业家 我也是他们的 这个评审董事 然后他们每年支持的这些 是在各个领域 做得非常好的女性企业家 最重要的是 他们融资金额很少 但是却可以把企业 做得非常好 有些已经做到 就是profitable 所以这些越来越多的 生态的建立 会让我们看到一个 更好的未来的发展 谢谢 那杨总 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 女性的创业者 真的是有一些特质呢 是很独特的 很unical的 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很多 我再补充几点吧 就是感觉好像 都在说优点是吧 就是有一个方面 其实是大家 有没有感觉到 女性其实有质感 或者我们叫直觉 因为其实在一些 尤其是科技创业领域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有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有很多data 可能有很多的分析 可能有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但是实际上 最终下结论的那一刻 你用的是质感 包括投资 也是这样的 那这是一个 那它来源于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多 因为女性其实天生 确实是敏感的 就sensitive 就是你可能身体的传感器 是非常发达的 很多信号 你都能够接受到 那也不知道 通过一个 什么样的算法处理 但是就是有质感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的一个 首先这是一个补充 我觉得这个因为 因为从我的一个 整个一个过程 从这个Found的创立 包括现在 也自己也有 自己的实业的 这个platform 这么一个过程 我自己也会感觉到 有质感 这是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觉得其实也是 可以给一些 女性的创业者 或者说是一些 co-founder 或者是一些建议吧 平时我们也会 这样去做的 就是因为男性 它确实很focus 就它很聚焦 而且呢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会注意到男性 其实为什么刚才说 有创始人 他会是自己以前的 一些哥们 或者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其实是 生根在男性的 一个这种 因为他是打猎嘛 对吧 所以呢 他一定是有一圈 哥们 要罩着 那就会有大哥文化 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他其实确实 就像刚才 像Tina 包括张总 就提到 就是说 很难再去引入 很厉害的这种partner 很强的partner 而女性呢 传统意义上 女性其实是 守在家里 对吧 或者说照顾内务多一点 所以呢 他天然会愿意 更吸引很多能人 强的partner 去帮助到自己 正因为这种 生根在自己内心的 这种一些 就是我觉得是一些 特质吧 以至于它能吸引 很多partner 尤其是男性partner 所以在这种时候 如果女性是CEO 或者是是founder 或者是root maker的时候 反而有可能会 做出一些 有突破性的事情 或者是让人 有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差异化 带来的美 这是我的认为 谢谢 不好意思 我忍不住要插一下 因为我也是 头一两嘛 然后我还专门研究过 你说的这个女性质感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做决策的话 来的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的意识 另外一部分是潜意识 潜意识的运算能力 是意识的几十万倍 然后其实我们 90%以上的决策 是潜意识帮我们做的 但我们无法逻辑化地 去理解潜意识 怎么样捕捉数据 和运算数据的 所以确实像你讲的 为什么女性的第六感 很强呢 其实是我们的潜意识 处理信息的能力很强 那除了运算能力 还有一点呢 我其实跟一个朋友 讨论过 就是女性会捕捉 更多的数据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 深层次的不安全感 就比如说 半夜两点走在路上 女性会非常的alert 就觉得我要关注一下 路边有什么车 有什么人接近 但这个过程中 我是在有意识地 收取很多数据 但一个男性可能走 就觉得大咧咧 没关系很安全 这个数据就没有被收集 但我们聊AI嘛 你有海量的 高质量的 多样的数据 收集化之后 你的算力就会更强 所以我们在不停地 从小成长的过程中 在优化我们的 潜意识的一个算力 也就造成我们 很强的潜意识 就是当然 这个也不一定准确 我是觉得 有一个科学的理解之后 大家就会理解到 说这个东西 真的是非常逻辑化的 不是觉得说 你有一个 gut feeling就做了决策 这是一个运算的结果 这个就是用科学 来解释了 我刚才说的这个话 但我的一个感觉 很有意思 就是很多重要的 这个decision的 这个making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其实都是在凌晨 就是是属于 潜睡眠时间 想出来的 想出来的 然后我一般就会 赶紧起来写下来 就是经常是 这样的一种状况 然后它会发生 就是挺有意思的 对 这个就是潜意识吧 这就是潜意识 对 好 其实听了这么多 还是说女性的优点 还没有任何人提出 女性有她的不好的之处 或者什么 那我自己也很 我自己是一个女性 对 但是呢 多多少少 刚才听了张总的分享 其实也是 这个性别歧视这个问题吧 其实也真的是存在的 所以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 去减少这个情况 好吧 那很快就来到 我们今天最后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呢 各位都是投资界的领寒人 在窜头这一块 其实也非常之心 那如果有女性创业者 想进入这一个领域的话 有没有建议说 选择哪一类方向 会比较容易成功 原因是什么呢 要不我们就请陶总和张总 给我们一点意见吧 说到创业 今天因为我们主要 投讨这个科技创业 实际讲一个 十几年前的真实 就当我们在我们 因为我们大概都是 学理工科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人呢 确实从业者和创业者 都是女性居少 但是我们那时候 在十几年前开赴 遇到的另外一个 女性创业者 说要跟我们的 投资的企业要相亲 然后我们说为什么 是因为她在的是一个 创意和媒体沟通的 一个行业 她说在我们这个行业 创业者都是女性 我们反而看不到 男性的创业者 所以如果只说 创业者这件事情 实际男女并不少 只是说在特定的领域 可能女性多 可能男性多 我觉得 第二点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回到 您的话题 就是说 如果是做一个 女性创业者 我觉得所有创业者 都同样的问题 做你熟悉的 因为投资人也会问 然后呢 你做这件事情 多长时间了 你为什么选择 做这件事情啊 你说我没学过 我学化学的 非要做一个几个机器人 这东西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所以做你熟悉的 第二还要做你真的喜欢的 不能跟风 这个女性这点 实际反而是好一点 女性创业者 不太容易特别跟风 但是男性创业者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 就是什么热 我就做什么 尤其是我们在我们IT行业里面 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相近的 然后呢 这个并没有什么障碍 可以学习那个东西 但它不一定热爱 比如说我们当时互联网 这个社区好的时候 一堆做社区的 游戏好的时候 一堆做游戏的 然后呢 分泰克好的 一堆做贷款的 然后呢 这个直播好的时候 又是千家万户做直播 然后呢 电商来的时候 也是千万个电商 所以就说me too的这件事情 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事情 对 就是第一 你真的要熟悉 第二 你还得喜欢 所谓的喜欢 就是说你会 所有的创业 无论你有多少经验 实际都是个新的挑战 你就得花你的 所有的精力 时间去研究这件事情 会泡在这件事情上 会好好地学习这件事情 如果你仅仅是 把他当成一个工作 很多人说 我八小时之后赶紧跑 我终于回到了 我自己的时间了 千万别找我开会了 别找我去加班了 那你没有办法 肯定做不过别人 别人会把他当命 别人当中我的热爱 day and night 甚至连睡觉都舍不得 那你怎么做得过呢 所以觉得不跟风 做你喜欢的 做你熟悉的 也做得长久 也做得愉快 好 感谢陶总的分享 也请张总谈谈你的意见吧 对 我觉得天娜说的 特别重要的一点 其实就是passion 我们可能一聊到硅谷的话 就讲到说 我们这个dreamer 梦想家等等等等 但确实这是真的 因为就像Tina提到的 创业很艰难 一定大部分的时候 是很艰难 我经常跟每个创业者讲 我说你要做好准备 如果是首次创业的创业者 我说你的生活会miserable 会非常糟糕 但是你准备好了 即使知道你要过一个 非常糟糕的生活 你还愿意付出 如此大的代价去做它 因为你有热情 然后你有信仰 你觉得这个事情我是注定要可以把它去做成的 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话 你很难去挑战 你刚才问题里有一点是 哪个领域比较容易做起来 没有一个领域是容易做起来的 容易做的领域有一大堆的竞争对手 难做的领域的话 你需要先去开拓市场去教育客户 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 可能难度再早再后都是一样的 还是说自己的热情和理解 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对市场趋势和时机的判断 就是风潮bus word不是市场趋势 市场趋势真正正正的是 你要针对的解决这个行业问题 它到哪个阶段了 你要应用这个技术是不是更好更坏 同时更便宜了 有这些实际的判断 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点顺势而为 这一点非常重要 很多时候一些优秀的创业者 他可能技术太早了 或者入场太晚了 你就会浪费他一腔的热情 我觉得创业者也要去保护自己的创业热情 不能盲目地跳进去 你遭受一次洗礼打击 这个miserable life 然后第二次提起信心 还是有更大的一个难度的 另外一点其实你刚才提到说 我们讲了很多女性创业者的优点 可能确实也需要聊聊说 面临一些挑战 或者说我们希望看到女性创业者 可以去改变的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经常和一些女性leader提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 尤其是亚洲的教育环境 总希望女孩是那个听话的 是那个招人喜欢的 likeable 我有些觉得这个likeable 变成了一种禁锢 就你当你要做一个leader的时候 要做一个公司的一把手 也就证明你要做这个公司最难的决策 你做最难的决策 就势必会有人不喜欢你 但那是OK的 我觉得女性一定要去接受这件事情 到底被人喜欢和被人尊重 哪个更重要 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的领袖 作为一个企业家投资人 被人尊重是更重要的 而且你尊重了之后 你最后会发现 大家对你的喜欢 可能就不只是单纯的喜欢 而是说敬佩 而这个敬佩再加上说 另外一层次的一个敬仰 这就会让你成为一个非常好的leader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 对我们广大创业者提出的宝贵意见和方向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原作论坛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观点和分享 也感谢供应澳门对CTEP本市峰会的大力支持 最后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到来 也趁这个机会 祝愿现场每一位观众朋友们生活愉快 工作顺利